肺癌是恶性程度比较高 比较难治疗的一种疾病 那么现在的药物非常多 但是依然有一些肺癌病人 对药物是不敏感的 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 有一种药对五线癌治疗效果非常好 就是有一种名字叫DS8201的这个药 它用到了黑而兔阳性的这些乳腺癌病人身上 百分之百有效 就肿瘤就能缩小或者完全退缩 病人的生存时间也非常长 然后这个药已经在几个国家批种 用到乳腺癌病人身上 最近有人做了一个研究 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药用到肺癌病人身上 如果肺癌黑而兔表达也非常高 我们能用这个药试试行不行 结果一试就显示了它的强大的效果 把这个药用到这些肺癌病人身上以后了 肿瘤缩小或者肿瘤维持不变的 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说明这个药对这一组肺癌病人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它的无病生存时间 就是病人活得好好的的时间 也极大的延长 因此如果我们以后碰到肺癌病人 做个检测 如果黑而兔是阳性的 或者有突变的 就可以用这个药去试一下 可以提高疗效 感谢观看